好,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字根是代表宣布 对,那它是nounc 对,那这一个的话你直接看到它记忆就新就用announce这个字 那它其实这个意思就是announce这个的概念 好,那所以这整个字根的概念就是宣布 好,那接下来的话你看这下面这四个字 它结尾是不是都是announce 对,那只是前面加的字首不一样 那你现在是不是就知道说 这些字一定都跟什么 跟宣布 那就是讲出来有这个相同的概念 可是加上前面的字首的话 它每一个字的意思又会有一点点差别 好,那pronounce 对,pronounce是发音的意思 或是说宣称 对,那你发音的话你是不是有发出声音来 那你发出声音来的话 是不是宣布什么事情你也要发出声音来 那你就是什么 这样forward forward是向前的 所以你发出声音来嘛 好,那底下这边的话 它也是一样announce 那e是往外的意思 所以你声音本来你含在嘴巴里面 那你把它发出来是往外 OK,好,那右边这里的话 de是down的意思 对,那down通常都是 啊,因为是往下所以有不好的概念 那你如果发出声音来 你再怎样指责别人 那你是不是要怎样 就是把人家往下打 就是说你指责别人的话 一定是让人家的名声什么 下降 OK,所以这个de的概念 你是不是就知道说 哎,它常常是怎样 带有不好的意思 OK,那最后这个字 re,re有again或是back的意思 那你这里的话 你如果用back这个概念 就是说后退 退到后面来了 那我放弃声明 就是说原本可能 啊,两边在争 争夺一个东西 那我最后我放弃了 那意思就是说 我跟大家讲 跟大家宣布 OK,我不参与这个了 我要退到后面去 那这个re的概念 是不是就跑出来了 好,那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那像这个字根的话 最主要其实就只有这五个字 那可是你懂这个字根 哎,你一次把这五个字都抓起来 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字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哎,这个跟宣布有相关点